李胜利夜店事件让整个韩国娱乐圈都十分动荡 胜利事件拉扯出郑俊英 他至少偷拍十位女性不可描述小视频 令人十分震惊 郑俊英发道歉信承认错误 并退出娱乐圈 韩国网上出现了一份涉案女艺人名单 吴连旭、李清禾、郑柔美等人的名字都在名单之上 随即他们的名字迅速成为了韩网最热门的搜索关键词 郑柔美通过经纪公司表示 现在网上有关他与郑俊英的传闻都是谣言 无论是造谣还是传谣都是违法行为 他将采取法律措施追究造谣者和传谣者的责任 郑柔美 李清禾通过经纪公司表示 他除了在2013年与郑俊英一起拍摄MV以外 与对方没有任何私交 现在网上有关他与郑俊英的传闻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 如果继续有人造谣传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李清禾 吴连旭的经纪公司也声明网上有关吴连旭的传闻都是谣言 公司将动用法律手段制裁造谣和传谣的人 吴连旭 郑俊英在偷拍视频事件曝光前作为固定成员 出演的节目有两天一夜心酸旅行 在当地吃得开吗 共三个 在郑俊英偷拍性爱视频并在聊天群散布的丑闻曝光后 两天一夜等节目组全部表示已将郑俊英开除 已经拍摄的部分中郑俊英的镜头也将最大限度减掉 郑俊英昨晚被爆料经常偷拍自己 和女性的性爱视频并在聊天群散布 仅SBS电视台掌握的十个月的聊天 记录中就有多大十多名女性受害人的视频被散布 郑俊英的经纪公司今天回应此事 称郑俊英将尽快回应此事